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白了吗 如果你不开悟 你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吃苦啊 你问问你一头牛天天在吃苦 他知道他吃苦不了 那我们人吃苦还知道 对不对啊 你就是像母亲生孩子吃苦 还知道以后生出来是个baby呢 就像我们人 哎呀拼命读书很辛苦 早起晚归的 做功课 我们还知道以后毕业之后会成才呢 这个是一个有物性的吃苦 和一个没物性的吃苦 那是机械性的吃苦 那是因为有觉悟的吃苦 那是不同的概念 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 请问师父修乐行是什么意思呢 乐行吗 就是像师父这种呀 快快乐乐修行呀 整天开开心心呀 你看季工活佛呢 弥勒佛呢 都是开心修佛的呀 你看师父就整天啦 跟你们开法会都 讲了大家笑得来很开心 你说是不是叫修行啦 对 好了